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华直说一分钟 1月30日政府就早前施政报告中提出的 《简约公屋计划公布8处选址》 并且展出示范单位 政府除了要从硬件上继续推进简约公屋的建设 也不能忽略软件 即是宣传、解释及引导 帮助更多公众了解简约公屋的优势 政府在推进简约公屋的过程中 不可以只顾建楼而忽略舆论效应 其中最为关注的是简约公屋选址之一 被誉为CBD2的啟德发展区 在民生和经济之间 政府选择前者固然值得称赞 但过去无论是政府自身或是发展商 都已是啟德投入大量资金和人力 政府或可考虑缩啟德简约公屋的规模 不仅从长远来看 啟德发展区的经济意义 远大于公屋用地 而简约公屋另一为人救病之处 在于其高昂的造价与使用时间不胜正比 在为基层市民改善住房条件的同时 政府也应该考虑自身的财赤危机 以免加剧财赤所带来的财政压力 成本方面 政府已一再压缩 因此不妨考虑从现场使用连碳 对拆除后的建材回收 再利用这一个角度入手 将简约公屋的功能与使用率最大化 甚至特区政府今后更加要加快 将一直标空限制的土地 改变其土地用途 尽快兴建传统公屋 才是真正便民之策 如果大家对于疑调有任何意见 可以留言告诉我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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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